曾经获得过米其林三千的堂格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今天我们来看他们的姐妹餐厅明格 大家好 我是毛毛 大家好 容若 距离我们上一次去堂格吃饭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这次我们来到了他的姐妹餐厅明格 印象里之前堂格是我 曾经一度排在我所有吃过的饭店的第一名 曾经一度 他们的整个集团 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两家 一家堂格一家明格 我估计后面还会有 圆格 轻格 纵格 今天我来这里 市民格是抱着一个考察的态度来的 如果这家店符合我的标准的话 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还有家王格 大家也知道堂格的可乐涨价了 涨到70块钱了 看一下这里的可乐多少钱 不会也涨到70了吧 这边的可乐多少钱 35 只要一半的 排行榜大概在11到12 这是我们连我们排行榜都知道的 像这个 35块还是非常实贵 实贵的 这边在我们的可乐方面放了两罐茶 我对你品茶品的很足 我每天到了7点的时候 都不想上班 差不多7点了 香港 都不想上班 我吃了 我吃了 学校都会有的义副楼 学校里有义副楼的记得举个手 他其实在国内教育资助已经有25亿以上了 我觉得这个好屌 用这种方式来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这是件非常屌的事情 我以后有钱了 我一定要在每个学校里捐一栋 给他们捐个食堂 然后以后每个学校的食堂都叫王师傅 因为我们的这个月宇也是个岗商 我们岗商的这位爵士很方便 还有应该他都会问他 你有什么秘方能够这个这个 早养自套 我们的这个 爵士就说 其实我每天在我们家族 用同一盘汤 但我的老板因为开酒店做餐用 我觉得能不能 方面分享一下配方 真的是他养生的配方 你看他活到了107岁 比王师傅还要常说 没有 那没有 没有 就是视频中我们的主要是 你能看到的 有条的花椒 然后有地瓜 然后有香锅 然后有这个骨鸡 这下面这个汤 那个上的汤也是 做的长过48小时 做的48小时 做的48小时 对 具体调底的什么配方 那他的调力 也比你想象中的要高很多 是的 这口汤的鲜的程度非常高 5分里面可以达到6分 所以这个实在是过鲜了 他的蜜瓜俱甜 哇 好甜啊 想不到再一碗 咸的汤里面的蜜瓜 竟然这么甜 之前喝汤嘴里面的黏腻感 全部消失 讲真它太鲜了 我喝不下去了 那你别喝了 你一会把它喝完 我怕你一会儿出事了 这又是活到107岁的秘方 大家学到的 记得点赞 祝愿点赞的同学们都能活到107 唐心南非酒头豹 最近一次吃它的企业非常颤外 我很记仇了 我跟你们讲 这家店的南非酒头豹证明了一个事情 出了好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 它没有那种腥臭味 它的中间的部分是那种 糯糯的 浓浓到太非糖酱的那种口感 这个指的是鲍鱼的唐心 之前我们吃那家店 它在派单里写的是唐心宝 但是它其实不是 我们也没有吃到这种糯糯的口感 所以那家店的食材是有问题的 鲍鱼的腥味一定是处理的不好才会出来的 或者食材不好才会出来的 对的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顶将还是对自己的评价非常的主观 我们的节目就没有客观这一说 但是我相信我的看法跟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如果这市场1%的人是有钱 99%的人是普通人 那我应该是跟99%的人比较接近的 对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从99%的人视角来看问题 就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 然后你正好也出过家饭店 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的话 那说明你可能是那1% 我这个很圆 所有人都不得对 你看他们家其实已经找到财富密码了 对这个葱的这个使用真的非常厉害 这道菜跟那个三葱暴龙虾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他们这个葱你不要把它剥掉 它是最好吃的部分 这个葱最好吃的 有一种吃炸熔葱圈的感觉 这个葱的部分是可以给满分的 这个是我第一次觉得M9等级的这种 和牛有味道是吧 对因为之前我们吃那么多和牛 不是煮一下就给你 要么就是 煎一下就给你 对要么就是炸一下就给你 终于有个正儿八丁的调味的和牛 这是饭 我没看到里面 我以为它是个月氏早茶的点心 好香啊 这顿饭也太补了吧 今天吃完感觉真的要留鼻血了 我点了一个饭上面两个这么大的好 虽然他每次来饭店都要点饭 但是我觉得这个饭跟他以前店的饭都不太一样 我很害怕生蚝这个东西 我也不爱吃生蚝 瞧嘞 因为我觉得它做熟了跟它活着的样子是一样的 对我来说太腥了 它非常鲜嫩多汁 跟它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你别给我我也不要吃 我跟你们说 这个生蚝的口感嫩到什么程度 那个水波蛋大家知道吗 对就差不多 就是嫩到那种程度 饭没味道 其实饭挺鲜的 对饭是有一些生蚝的那个鲜味带的 但是我还是想说 吃了这么多贵的饭店 我觉得饭这个东西真的剩下还是百分别 我要让弹幕悬赏 让人能找到让我觉得 这个饭做的太好吃的地方 有的话发在评论里面我们去吃 贵的便宜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觉得 我最好吃的炒饭是我自己做的 申明一下我没有吃过 你肯定吃过啊 我吃过吗 肯定吃过 它好甜啊 那你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 你不能习惯这种味道吗 我没有吃过甜的蛋炒饭 我这个飘的就很好看 我这个特别生气吧 你不知道为啥 我这个 蛋炒干杯 这个真的只是个蛋炒 比肯定鸡的稍微好吃一点点 这是蛋炒天花板 不跟你们开玩笑 历廉的才是蛋炒天花板 对我心目中的蛋炒排名 第一名是历廉蛋炒 第二名是肯定鸡 这个稍微比肯定鸡好吃一点点 但是没有历廉好吃 没到历廉的水平 之后如果大家有吃 就可以做一期全上海最好吃的蛋炒 这个很好吃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甜品 真的吗 因为它不够甜 那我试试 中间的这个百合 完全增加了这个甜品的口感 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 微甜的冻甜品 加了这个百合之后 它一下升华了 怎么样好吃吗 你看这屏幕说 为什么明明我觉得很好吃 我们爱吃百合 男人不喜欢吃甜品是正常的 男人不喜欢吃甜品是正常的 男人就感觉它里面还是燕窝 我觉得如果带小姐姐来吃这道甜品 会非常的好评 所以我们拍这一期的时候 马上要520节日 你有给我准备什么礼物吗 520也是个节日嘛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趋势 520是购物业 介绍一下在520如何买 离书送业的女朋友 520提前一周的时候 打开知乎京东淘宝小红书等一系列 网络社交软件 那个开屏广告上的那个东西 点开直接买就可以了 连包装都给你包好了 不要问买什么色号 不要问买什么 开屏广告是什么就买什么 绝对没有错 我看一眼 我没有开屏广告啊 这就是你不用买礼物的理由吗 真没有啊 你看我这个是少年们 乘风破浪向未来 真的没有开屏广告 你点开首页 没有开屏广告的 点开首页 再带那个广告 点一下也可以 你没有点游戏电视你要吗 我要啊 嗯 我也可以啊 家电我觉得水准是很高的 和唐哥相比的话 我觉得是在同一个水准线上的 毕竟是同一个集团嘛 然后档次价位都差不多 而且今天这件事情证明就是 南非报并不是有行为的那个 对这个很重要啊 这一期最重要的点就是 这个发现了其实不是我的问题 虽然我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那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 点了赞就去旺江阁吗 我们后来去订了旺江阁的餐厅 发现那个旺江阁和三号黄埔会 是同一个主厨 同一个厨房 那不点鲍鱼 但是我们今天又吃的正好吃到了 非常正宗的那个南非唐星鲍 如果我们再去一次这个旺江阁 我其实想试试看 因为旺江阁的价格 比黄埔会也还要高 将近一倍的样子 所以我们想再去旺江阁点一次 那个时候的鲍鱼 考一考他们有没有改进 对然后这期视频点赞过时外 我们知道旺江阁再点一次他们的鲍鱼 对 我正想说不要点鲍鱼 对然后这次正好说到 这个旺江阁的这个事情吧 多说两句 我们虽然欠了一些债 但是我们肯定都是会完成的 因为两个点 第一个是要等你们点赞点到了 第二个是要去拍 对因为我们拍摄的时间和放视频的时间 其实隔了很长一段距离 对所以其实你们在某一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 你在下一期肯定是看不到我们的改进的 但是之后一定能看到改进 对你们可以感觉我们每一期都在有制作上的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像什么奔驰啊什么 还有啥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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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驰啊 还有小王猫这个账号 还有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我要好好补一补 明年再次参加我儿子的运动会 我要拿拔河冠军 今天我们家长拔河 我们班压倒性的失败 但是我没去 那边的爸爸每个都比你高比你壮 但是没有用 压倒性的失败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刚开始拔的时候人就飞出去了 就没有之后了 不可能比我高比我壮